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陳一色計劃》顧名思義就是一層壓一層 靠拉人頭去賺錢的計劃 相信大家都想對陳一色計劃了解多些 我們一起去看看以下周太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由一個產品的講座開始 媽媽, 我先打電話 好 你猜得買嗎? 我覺得可以考慮 起碼比買股票好 我們先賺好, 對吧? 兩位, 我們的美肌修新會 利潤很好, 像我上線一樣 半年不用, 賺十倍利潤 比炒股票好 十倍? 半年而已 不過拿幾萬元出來買美肌修新產品 才能入賭會 如果我賣不出, 豈會洩到入獄? 其實我見兩位都有點興趣 不如過來這邊, 我再跟你解釋清楚 其實真的不錯, 好嗎? 好啊, 好啊 這裡就是了, 兩位隨便坐 謝謝 謝謝 我叫Belle, 不知道兩位怎樣稱呼 你叫我周太 周太, 你好 我叫陳的 陳小姐, 你好 周太, 我剛才在外面好像聽你說 好像擔心貨物會賣不出, 對吧? 是啊 其實不用擔心 貨物能賣不賣得出 很平常 最重要的是 介紹多些人進來我們會 例如你說 介紹了四、五個人進來會 每個人都像你今天這樣 要付入會費 你可以從中抽他們的佣 那已經有錢落袋, 不會虧本 對嗎? 至於貨物 賣得出的 就當拿少許錢去喝茶 賣不出的 也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 我剛才跟你說 介紹多些人入會 你想想 你介紹了四、五個人入會 即是你有四、五個下線 每個下線再介紹四、五個人入會 每個人都要交入會費 對, 只要抽用也賺到你笑 你不用浪費時間想買貨的東西 你明白嗎? 其實我們不需要賣這麼多貨 因為貨物放在他們公司上 剛才他們也有說 最主要是我們介紹多些朋友來 越介紹得多朋友來的話 我們就會賺得越多 雖然不斷找人入會 好像有點問題 但是有錢的沒理由不賺 理得他了 我又不是殺人放火 那好吧, 我買兩份單 我可以買兩份單 不, 我也買一份 陳小姐也要一份 好, 林仔… 是, Biu姐 麻煩你拿兩張方 給周太太和陳小姐 好 謝謝 小嫂, 等, 很快就可以了 走, 走, 走 喂, 周太太 坐, 我等你很久了 怎麼樣? 叫我出來有甚麼好介紹 當然有好東西才能益你 我最近抽到一個修身美機會 賺到差不多十倍的利潤了 嘩, 有沒有那麼好處 說來聽也好 首先, 跟我們聽說了 我拿幾萬元出來買美容產品 那你有權嫁就其他人入會了 那找到四、五個人做你的下線 那就坐在那裡, 銀一腳收錢 我有幾件事想問問你 第一, 你說那些甚麼美容產品 究竟是甚麼 還有, 在市場有沒有競爭力 你剛才叫我拿幾萬元出來買那些貨 我想說, 逐點逐點買就行不行 你好像甚麼都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計劃真的很有問題 我以為可以銷售產品去賺錢 誰知道你一尾叫我拉人頭入會賺錢 我越想越像那些甚麼陳壓式推銷 還是別搞我了, 我不參加了 我怕犯法了 還有, 一場朋友我才提醒你 你要小心點, 好嗎 你不參加就算了 別說我不應付你 我去找別人了 喂, 你不是真的生氣嗎 要不是生氣你 這麼多年老朋友 我知道你不會生氣的了 今晚我請吃飯 今晚我女兒要拿 行了, 叫你老公 大家看到了 在剛才的故事中 周太太明知道她在參與的是一個陳壓式計劃 而她也知道她參與這個計劃的得益 完全又或者是相當大程度是來自拉人頭的 但是她依然因為想賺錢而去參與 當她開始招攬其他人進入這個陳壓式計劃的時候 她的身份就由一個參與者 變成了一個陳壓式計劃的串謀者 她這樣做其實已經干犯了 禁止陳壓式計劃條例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被判處監禁七年 還有罰款一百萬的 相信大家對陳壓式計劃都有相當的了解 對了, 但你跟一些傳統又正當的直銷生意 有什麼不同, 大家又知道嗎? 劉伯士, 你好 Samuel, 你好 其實直銷是一種怎樣形式的銷售方法呢? 其實根據世界直銷協會聯盟的定義 直銷是一種銷售的渠道 而產品是沒有需要經過出口箱 零售箱、批發箱 而直接將產品銷售到顧客的手中 簡單來說, 直銷是一種人傳人的銷售模式 而銷售的時間和地點也是不需要受到限制的 那換而言之, 參與直銷計劃的消費者 會擁有自己的人際網絡 從而透過銷售產品去賺取用金 但公眾很多時候會將陳壓式計劃和直銷計劃誤會了 那我們怎樣可以分辨這兩個不同的計劃呢? 正當的直銷計劃呢 參加者其實基本上是不需要繳付一個龐大的費用的 那我們都鼓勵參加者首先要熟悉產品的特性和市場的需求 從而決定他是不是去建立他自己的網絡的 而陳壓式的計劃呢 參加者是需要繳付一個龐大的費用的 我換而言之, 參與直銷計劃的利潤 是來自參與者和他的營銷網絡 可否成功出售貨品有關 但對於陳壓式的計劃呢 就是透過不斷招收會員 收取會員費, 從中抽擁 這樣跟他們有沒有真的收出一些貨品呢? 是無關的 是的, Samuel 正當的直銷行業其實非常注重產品的質素 和我們的形象 所以來說, 一般的產品質素也是比較優質的 相反來說, 陳壓式的計劃 產品只是一個煙磨 所以一般來說, 產品質素是比較參差的 正當的直銷行業來說 亦都提供7天的冷靜期給我們的顧客 7天之內, 顧客對於這個產品如果滿意的話 其實可以退回我們的直銷人員 而直銷公司也會提供一個很完善的退貨制度 是給我們的參加者的 相反來說, 陳壓式的計劃亦都是不切冷靜期 還有, 她都有非常苛刻的退貨條款 關於陳壓式計劃的新法例已經實施了 如果有人邀請你參加 而要介紹人加入 即是等於拉人頭就可以賺錢的計劃呢? 那你就要格外小心了 因為這樣, 不單止令到你得不償失 還隨時要坐牢